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早晨 欢迎来收看今早的天气报告 我是沈志泰 受到强烈东北季游风的影响 今早香港天气挺冷的 先提醒大家 寒冷天气警告现在正在生效 如果大家认识一些长者 记得要多些关心他们的健康状况 接下来带大家看看今早各区的最低气温 大部份地区的气温都在9度左右 提醒大家 空旷地方和高地的气温会比较低一些 大家就要避免长时间置身于航风之中 接下来可以看看大范围的卫星云图 我们看到华南沿岸地区 今早仍然都受到广阔的云大所覆盖 我们预计今天都是以多云和有一两阵雨为主 天气要冷到几时就可以看一看气温预报 我们看到基本上今天和明天 华南地区仍然都受到寒冷的天气影响 天气方面我们预计未来这两三天 仍然都有云大和雨区影响我们 所以接下来的周末周日 天气都是一样的 接下来可以看看今天的天气预测 我们预计会是多云 天气寒冷和有一两阵的雨 最高的气温大概是13度 风格方面会吹清净的偏北风 初舍离岸和高地间中会吹强风 展望方面我们预测 明天早上还是天气寒冷 到下星期初我们看到 虽然早上的气温稍微升了一点 但天气仍然是清凉和有几阵雨 气温方面基本上要到下星期的中后期才会显著上升 提醒大家今天天气挺冷 出门口的时候记得穿一件保暖衣物 今早的天气报告就说到这里 下次见